今天这样不选你 你就放弃你的创业吗 你就否定自己的能力吗 当然不是 想不想这件事情 我们刚刚讲 理想跟抱负 它是我们的梦想 你有多想成功 你多想成为你曾经梦想的那个人 所以我觉得王爷老老师 他在私底下曾经有一个很好的动作 在此借用他的一下 他曾经说 当我们人生呈现在顺境的时候 我们可以举起我们的右手掌 拍拍我们的大腿 然后讲了一句 好机能 YES 很好 在顺境中 我们要告诉自己 好棒 在逆境的过程当中 我们觉得很挫折 我们觉得这世界很灰暗 但是他还是一样举起他的右手 用力拍在他的右大腿 讲了一句 太棒了 我正在成长 这个动作只是在提醒自己 我们的梦想 我们要坚持 来 我会邀请在座所有创业的伙伴 挤起你的右手轻轻拍你的大腿 讲 当我们顺境的时候 我们要怎么做呢 好机能 YES 很棒 但是当我们受到逆境挫折的时候 同样 我们举起我们的右手 来拍出我们的大腿 大家喊声 太棒了 我正在成长 很好 只要我们有这样的信念 告诉自己 我们要坚持到底 我们梦想才有成就的可能 好 接下来 这个方程式是这样子 当我刚讲 当你有具备专业能力 你有很好的人格特质 而且你的理想抱负 三者连在一起 它都有正相关的时候 它就会呈现 我说了 你的伟大行道正在前进 那在座伙伴 有一个狐一点声 那老师 学习历程这件事情 到底扮演什么角色 学习这件事情很有趣 我刚讲 东堂 你在连这个方程式困难 你会觉得 原来我的能力不足 所以我必须要学习 我的人格特质不够刚硬 我的人格特质不够柔软 我的人格特质不够纤细 所以我要学习 我的目标不够明确 我不知道我要是什么 所以我去学习 所以学习这件事情 永远为了需要而学习 而不是敢流行去学习 学习永远是为了自己学习 而不是为了别人的期望而学习 学习永远是为了未来而学习 而不是眼前短暂的学习 所以当你缺什么 我们Robin老师在座的强调 知识就是要知道 而且要知道去哪里找到 就像现在一样 你会发现大人格很多的讲稿里面 都会引用他人的 借用他人没有关系 告知就好 然后会充实我们的生命 所以学习就是补足你的不足 让你的生命能够成长 发光 这才是重点 当然接下来我们来讲 知彼这件事情 曾经在简报里 林志龙老师也有讲到 钓鱼这件事情 我非常喜欢 因此跟他借来引用一下 再请问一下在座的各位 钓鱼这件事情 我们在鱼宫上面会装上钓鱼 请问 这钓鱼上面的钓鱼 是你觉得是鱼 我要放那种鱼比较喜欢吃的 还是我们自己喜欢吃的东西 当然是鱼嘛 因为我们要钓的是鱼 不是钓来钓自己 所以钓鱼这件事情 是 这件事情是要给鱼想吃的 而不是我们自己想吃的 所以改编他原来一个 他的简报的内容 其实创业真正的目的应该是 我们创业者是不是能帮目标消费者 做决定 再次回到我们刚刚 那个城市 那个街道的那个场景 你会觉得无法选择 因为不知道要选择什么 因为所有的伙伴说乱七八糟 好无重点 让人家觉得很压迫感 不知道如何选择 他有可能放弃选择 如果大家就没有讲 你非得打一通电话的时候 他可以放弃选择 那我们能不能创造一样的环境 一样的氛围 让大家觉得说 我帮助你做选择 而且是很好的选择 好 所以品牌是要经得起考验的 品牌要有特色 因为我们自己 我们的品牌 我们的招牌很鲜明 第二 什么叫做利益 也就是站在他人的立场 帮助他们做选择 所以我们要创业的内容 是帮助我们所谓的标的消费者 去帮助他们做选择 或者提供他们更好的服务 但是最重要来的 我们的品牌 我们相信在座所有的创业创业者 你们绝对不会希望我们今天创业的东西 就三年五年 就这样结束 一定是需要长久的经营 所以它需要时间的证明 如何证明我们的品牌是经得起考验 最近这个新闻非常盛行 实案的问题 为什么这样实案的问题 造成我们最近在社会上 人心上很大的恐惧 甚至已经到了愤怒的地步 因为曾几何时 我们从小信任 甚至到依赖的那个品牌 原来到现在 你发现 它并不是在做所谓正当合理的事情 这个品牌 我们以为他们都在 他们成立实验室 应该是帮我们去做检验 帮我们去做筛检 让我们得到很安全的环境 实用安全 可是可能 可能 因为一些 我们为了要盈利 我们为了要赚钱 我们要养活什么样 其他的原因 个人的原因 不是动众人的原因 于是他们私心使用了 不正当的材料 所以曾经有一个美国诗人 常常讲了一句 一句话是这样说的 人们可能会忘记 你说了什么 人们可能忘记 你做了什么 但是人们永远不会忘记 你用 你对他们的感觉是什么 所以感觉这件事情很重要 所以在 在我们的讲座 最后的结束前 当然跟我想要分享一句话 最后一个礼物送给你们 就是 努力很重要 但是 选择 比努力更重要 创业的新光大道上 其实是很估计的 你可能要坚持你的品质 你想要坚持你的技术 你想要坚持你的流程 但是你的同业可能跟你说 何必这么努力 何必那么辛苦 我们只要餐一点点东西 我们只要稍微的投机取巧一下 你也可以创造更大的利润 不是吗 你受到这样的冷嘲润风 或者是你真的在那样的过程当中 也受错了 你也心心在动摇了 那样的过程当中 你的价值观 你的人格特质 就在 就是你最后一道防线 各位 想想初衷这件事情 为什么我们要创业 你是真的只会提高很高的收入 想做自己想做的事 你要成为当老板 很多上班族要成为老板 因为他觉得 他的环境的那个老板不OK 然后一个老板不够诚信 他们的老板不够照顾员工 那我们创业者就要有一个心 永远放在心里面 如果你不喜欢你现在看到的老板 你不喜欢你现在看到 我们市场上的一些企业的作为 那勉励各位所有创业者 你要永远永远永远记得 当我们实现梦想的过程当中 当梦想实现的那一刻起 我们永远都不要成为那一个 我们现在讨厌的那个企业 讨厌的那个老板 因为这就是我们的选择 这就是我们的价值观 这就是我们的品牌 所以很感谢 今天有机会能够来到这里 跟大家分享职压力这个过程 希望最后一个这样的演讲 这样的分享的过程当中 能够点亮你们人生的新的方向 能够开创未来各位在创业的领域当中 一个新的据点 我是张立仁 也是你们熟悉的大人哥 今天很高兴为大家分享 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大人哥用短短的30分钟 跟一张名片的大小 帮我们介绍了怎么样去打造职压力 打造个人品牌的黄金方程式 在青创沙龙举办了这么多场以来 我相信就是会来参与青创沙龙的年轻创业者 年轻的朋友们 其实大家相信都是怀抱着理想 并且非常努力的每一天的踏实在往目标迈进 那青创沙龙在这边非常感谢各位 不管是在现场的朋友 或者是在线上的朋友 非常热情的参与我们这段过程 让我们透过学习分享和互动 能够让大家在创业路上走得更远跟更稳 那我们也很谢谢来分享的所有讲师 愿意把他们的简报跟知识的精华 分享在网路上 各位接下来只需要在网路上搜寻青创沙龙 或圆梦十二粒 我们会把所有的资料都公布在网路上 让大家自由的取用跟分享 那今天也很谢谢大家来参加 青创沙龙圆梦十二粒的七月讲座 我们再见